台北市的防疫記者會將調整為彈性召開 請問決定的標準是什麼 其他縣市即使加零或確診人士各位數 都還是繼續召開 請問北市的考量 記者會是政府要傳達一個訊息給民眾 這不是連續劇 也不是在搞聲量不需要 所以我的態度還是這樣 有人說好可惜喔 你每天收視率這麼高 我說不要不要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這還是我的一種態度 我們不是每天在這裡報名牌 每天在那加零有什麼意義 坦白講我最近看那個中央公佈那個 每天確診人數 我後來發現在實務上根本nonsense 沒有用啊 為什麼 他是那個行政流程走完才報上去 我說奇怪 他說昨天七十幾個今天二十幾個 我怎麼跟我們台北市政府 每天那個PCR陽性急診數報上來 根本都對不上 還有包括那個死亡人數也是一樣 所以我都覺得這樣 有用的數字報沒有用的數字 每天在報有什麼意義 nonsense 搞到最後台灣疫情大亂 沒有用 所以我的態度是這樣 我需要跟民眾傳達一個訊息 我就開記者會 疫情趨緩不必要關掉 我們不是我們是來做事的 不是來作秀的 我們來做的 душ 存在 我們是來做的 要關掉 請問我 我們是來做的 開始 我們會把所有的